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日照过量而热没有排除 鸡淤在体内时便会形成红热伤 而积聚于肩颈内的 心火伤便是红热伤的一种 因此我们可以藉由爬树 训练肩颈这一块 以气上行上提的力量 我们藉由树木 树木的呼吸以及大地的地气 我们藉由爬树的种族 能够 经由 地气悬上的 一个 力量的 转换 悬上 悬上的这个 排除 有鼠心部的排除 我们可以根本的 将这个心火仓 从鼠心部的位置 排除出去 心静 这个心的静 以及 由我们 鼻子眉尖 眉尖这个位置 中肘这个位置 吸气 维持 静 静的这个心 就是一个 接上天地之力的一个 心态 再来呢 会发现大地之 这个大地啊 天地都在教我们 每一棵树能够教我们的 也都不同 要摸了 要碰了 才会知道 这个树要教我们的是什么 那每一棵树 能够教我们的方式 也都不一样 因此 没有一门法门 是绝对的 法门都是看人打的 而 在这些法门的 创始的始祖 其实能量 都是由天上来 都是由天地之间来的 不可能是学来的 因此呢 你会发现 我们接天地 手部 脚部 会有个悬上的力量 而当我们把这个悬上的力量 锁紧 跨架锁紧 之后呢 我们呢 会开始 接到这个旋转向上的力量 像不像龙卷风 像不像是风水 有的时候不调的时候 会产生的 台风 龙卷风 因此台风 同时带雨 也是同样的意思 同时我们可以用这个力量 去调节 我们底部 淤色的水气 而当水气上升 同时跟火 同时消的时候 这个火 就从它最淤色的地方 由夏至上的排出 再来 我这个载体呢 跨际的这个悬上的力量 是比较不足的 因此呢 藉由这种接天地的 地 木 水 羊 的这个悬上的力量呢 有办法协助 一步一步的 替我的身体 自行的做一个 自然的调整 问我这什么呢 由于无不知其名 故称 庶人庄 我们简单的来讲一下 体面红热伤 有鼠息部的出砂 我们简单带到鼠息部 稍微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出砂 由于太久热气没出 这个砂就出来了 它呢会从什么地方排呢 它会从你最底的这一块 一致的排上来 所以它现在呢 其实是照着这个位置 下面的这一段 下面这一段 已经退了 它现在是排到上面 的 核生 你